清北市环保局所举办的礼环境认证竞赛 在上个礼拜公布了成绩 然而金山地区今年首度就有15个礼全数报名参加竞赛 其中12个礼顺利拿下了好成绩 不过公所则表示 明年还要力拼15个礼都能够摘下五星级的认证 让金山地区所到之处都拥有五星级的市容环境 金山区今年度全区15礼报名参加礼环境认证竞赛 上周公布成绩全区15个礼都通过认证 而金山区的考核成绩也获得新北市第三组第三名的佳机 共获颁205万的奖金 金山区公所要继续努力 力拼明年要全区都摘下五星的认证亮眼成绩 尤其我非常高兴 第一次参加的有从河 环港 风雨 西湖 也都认证通过 特别是从你第一次参加就获得五颗星的一个认证通过 那我们这次15个礼一共获得将近2.5万的一个奖金 而且我们公所获得第三组的第三名 新北市能够连续永德欧七年最干净的城市 都是要靠这些个礼办 各的环保职工 共同大家一起来努力 新北市对于环境清洁的重视 让新北市连续七年夺下全国最干净城市 而金山区的里长每年都会带着志工 一起参与环保讲师的讲习课程 彼此也会经验交流 更采用得奖礼辅导位参加过竞赛礼的方式 今年才有全区15礼都通过认证的夹击 其实里环境认证 自从小弟104年11月20号就任补险第二届里长 就开始从105年106年 今年是联系第三年得到五星检 最主要是给我们这些长子有活动空间 利用社区活动中心空地 我们把它造成菜园 我们是以自种自给的想法 利用志工大家一起努力一起种菜 收成的话我们就供给了人家使用 我们黄港还有风雨 他们得到黄港是得到四颗心 那风雨还有西武是得到三颗心 他们第一年参加的经验上 我们同仁会去到胡岛 还有些里长有些很多经验 那相信明年这三个里 都能够获得五颗心的一个认证 其中六股里连续三年都拿下五星级认证 靠的是里长每年保持环境工作运作之余 还要创新思维 活化社区闲置与张乱点 区公所也期盼要透过每年的参与竞赛 从里长志工到里民 全都着手保持环境的清洁 提升居住空间的生活品质 记者廖平函金山采访报导 这里厉居住東 皆宽约 添测平几天 丰子 萱萱洱